大家好,我是王江涛 欢迎来到新东方在线网络课堂 今天是考研英语写作的强化班 第一节课,考研写作总论 那么我们考研英语的导学班 我讲了我们应该考研英语的试卷结构 到底应该怎么安排每天的复习时间 我们还讲了怎么去背单词 怎么去研究真题 怎么去模考 那么在考研写作的基础班 我们讲了考研英语写作应该到底怎么学 背诵默写防写六字真经 我们讲了考研写作的四大必考话题 另外讲解了二十篇考研写作的四星级的真题 十篇大作文,十篇小作文 我们提供了范文 就是基础班的二十大必备范文 我们还讲了潜词造句 怎么写短句子,怎么写长句子 怎么把短句子变长 讲了句子的写法 所以在写作基础班 我们重点讲的是潜词和造句 那么写作强化班 我们重点讲的是篇章和段落 怎么去安排段落结构 所以如果你没有听过我们的英语的导学班 或者没有听过写作导学班 没有听过写作基础班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 但是如果你听到这个课的时候 已经时间不多了 比方说已经十月份了 十一月份了 那我建议大家以这个强化班为主 今天第一个内容就是课程介绍 我们强化班一共讲什么 首先第一节课 我们讲考研写作总论 对考研写作做一个总体的交代 主要讲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两大黄金原则 考研写作有两大黄金原则 这两个原则搞定了你肯定是高分 第二个内容我们讲一下院校专业选择 院校专业选择其实跟考研写作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跟考研英语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跟考研关系很密切 很多同学选择就是错误的 那么怎么努力你也考不上 所以这个部分希望你认真听一下 这绝不是废话 说句实话 以前我的网络课堂上是不讲这个东西的 只在面书班上讲 但是问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在网络课堂上也讲一下 第二节课我们讲小作文 小作文就是写作A节 我们知道写作分成A节B节 A节占十分 包括两类 第一类就是书信类应用文 书信类应用文其实包括三种 第一种就是书信 第二种就是备忘录 第三种就是告示 备忘录告示 达哥也提到了很多年 需要关注一下 虽然考的并不多 在基础班 我们提供了一篇备忘录和告示 在冲刺班 以及最后的点题班 我们可能还会提供 在强化班 我们没有提供备忘录和告示 备忘录和报告 那么基础班 冲刺班 点题班 我们会讲 那么强化班重点去讲书信 书信当然考的也最多 从05年开始考小作文以来 大部分考的是书信 第二类就是告示的应用文 告示就是写一个通知启示这样的东西 大纲也提到了很多年 而且像2010年英语1 2015年英语2 包括2016年英语1 这三次考的都是告示 大家需要关注一下 你不要以为刚考过就不会再考 刚考过的才最应该重视 所以小作文分成两类 一类是书信类 一类是告示类 书信类又分成三种 书信备忘录报告 第三节课去讲大作文 大作文主要讲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行文大法 就是大作文到底应该写几段 每段写几句话 每句话写什么都是固定的 是一种弱智的八国文 第二个就是四大必考话题 我们在基础班也讲过这个问题 但是基础班讲的是四星级的真题 在强化班我们讲五星级的真题 我们十篇大作文 十篇小作文 都是五星级的真题 通过这20道题目 我们讲一下四大必考话题 另外会讲经典范文 我们通过经典范文讲一下 大作文到底应该怎么写 才能够取得高分 这是强化班 大概三节课的安排 第一节课总论 第二节课小作文 第三节课大作文 另外强化班有一个补充讲义 就是二十大必备范文 十篇小作文 十篇大作文 刚才说过了 都是五星级的真题 而且提供了中文译文 希望大家去背诵默写 所以如果你 比方说有些同学 复习的时间比较充裕 他可以先听 导学班 再听基础班 再听强化班 那么基础班 我们提供了二十大必备范文 强化班二十大必备范文 四十篇范文 这四十篇范文 如果都搞定 当然写作就没问题了 就像以前说过 我教过一个同学 叫做梁立涛 来自广东韶观学院二本 考研英语一 考了85分 他就是背了基础班 强化班四十篇范文 还有一个同学叫做郭帅 来自河南郑州 一所三本 也是背了基础班 强化班二十篇 一共是四十篇范文 考研英语 考了84分 考上了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 多背一些 多多一善 如果你时间比较紧张 让你听到这个课的时候 已经十月份了 十一月份了 我建议你强化班为主 重点听强化班的课程 另外一强化班的 这二十大必备范文为主 能背几篇算几篇 有些可能也不一定 都背下来 每年都有这样的同学 说老师我就背了三篇大作文 结果考试考到了 用上了高分 多多一善 第五 我们有一个配套教材 就是考研英语高分写作 是我写的 出版是群演出版社 有些同学 可能比方说 他是协议班 协议班的同学 我们这本书是免费发放的 这本书怎么用 简单说一下 使用方法 三个步骤 第一个通读教材 消化笔记 这本书希望大家通读一遍 是吧 说句实话 虽然销量这么多 但是真正能够通读一遍的人 并不是很多 有些买了很多考研书 有些书根本连看也没时间看 笔记指的是我们这个 基础班强化班 我们这个网络课堂的笔记 最好把它记好 把它消化掉 这是第一个工作 第二个工作 就是背诵默写防写 在考研写作导学班 我们讲过 写作怎么学 三个步骤 背诵默写防写 防写用括号把它括起来 可以不做 如果你基础不太好的话 背诵默写足够了 二十大必备范文 滚瓜烂熟 脱口而出 多多益善 我在写作班 导学班讲过 大家注意 我们这个新东方在线的网络课程 提供了二十大必备范文 基础班有二十大必备范文 是四星期的真题 强化班有二十大必备范文 是五星期的真题 都是真题 在这本书 考研与高分写作里面 也有二十大必备范文 十篇小作文 十篇大作文 这二十大必备范文 都是预测的范文 所以我们在线课程 提供的必备范文是真题 那么这本书里面提供的 必备范文是预测的范文 背哪个都可以 不管是背真题 还是背预测 都能取得高分 前题 你要涵盖所有 参考的话题 所以不管是在线的课程 还是我们的这个 这本书里边 其实都基本上涵盖了 所有参考的话题 我个人建议大家 还是以我们的这个 在线课程 这二十大必备范文为主 也就是以真题为主 我一般主张 就是先真题 后预测 或者说背真题 看预测 当然如果你时间 比较充裕的话 也同学比方说 把我们这个 在线课程的真题范文 背熟了 然后把高分写作里面的 预测范文也背熟了 当然更好 如果你时间不充裕的话 那么我建议大家 重点背 我们在线课程 提供的真题的范文 尤其是强化班 这二十篇真题的 必备范文 在我们讲义里面都有 那么高分写作里面的 这二十大必备范文 都是预测的范文 你可以看一下 不一定需要去背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其实再多说一句 就是这个高分写作里面 其实既有真题 也有预测 我们在线课程 这个强化班 二十大必备范文 其实都来自于 我们这本高分写作 在里面都可以找到 还能找到录音 在封面上 在高分写作的封面 封面的右上角 有一个链接 那个链接可以下载录音 大家可以找到 所以范文 其实不用背太多 二十篇到四十篇 足够了 如果基础 比方你时间比较紧了 或者基础比较薄弱 二十篇就可以了 十大十小 重点以我们这个 强化班提供的 这二十篇范文为主 在讲义上 二十大必备范文为主 但是如果你有时间 或者基础还不错 想取得高分 你可以把我们基础班 强化班提供的 四十篇正题范文都备手 或者是把强化班 这二十篇必备范文 真题 再加高分写作 二十篇必备范文 预测 也是四十篇范文都备手 也更好 这是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就是总结框架 考前摩考 主要在十二月份 但是如果你基础比较好 你不用总结框架 你真的背了二十篇到四十篇范文 背到拱瓜烂熟 你上了考场可以随意组合 但是如果基础不太好 可以总结一下框架 框架 也有点类似于模板 像我们这个高分写作里面 大小作文都提供了 各十篇万能框架 仅供参考 但是框架的字数不要太多 最多不要超过一半 小作文 比方说一百个词 框架不要超过五十个词 大作文 比方说一百六到两百个词 框架不要超过一百个词 要与众不同 通过我们的在线课程提供的范文 通过我们的高分写作 可以自己去总结 而且框架越简单越好 不要太难 一看就不是自己写的 和你的真实水平越接近越好 另外还有一些字数 需要现场发挥 怎么发挥 靠你平时背的文章 背的句子 我们讲过上了考上 写的每一句话 最好都是以前背过的 用的每一个词 最好都是以前背过的 否则很有可能是错的 所以 如果你技术不太好的话 考前可以总结一些框架 但是字数不要太多 另外你要有一些和题目 密切相关的东西 那要靠平时背的句子 背的文章 只要沾边就可以把它写上 另外考前一定要磨考 我们讲过考前 务必磨考三次 考前找三个下午 两点到五点 找三套真题 三套最新真题 或者说 任何真题都可以 就尽量到现在 三个小孩把它做一下磨考 如果真题都已经做烂了 你可以找预测 是吧 那么了解时间分配 写作也就是五十分钟 最多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两篇作文没见过 书写工程 写在答题卡上 很多同学就是平时不做磨考 上了考场手忙脚乱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内容 就是课程介绍 我们强化班一共是三节课 另外讲了一下讲义和教材的问题 下面正式进入我们的第一节课 第一节课 我们重点去讲考研写作总论 考研写作总论 重点讲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两大黄金原则 也就是大纲解读 最新考研大纲 对写作其实只有两个要求 反正两个要求做到就是高分 第二个内容就是院校专业选择 我们 这个强化班第一节课 第一个内容就是两大黄金原则 解读一下最新的考研大纲 第一个原则 印象原则 考研写作怎么判分 老师给你打印象分 把你的文章读一遍 根据印象打分 并不说你犯一个错就扩一分 像国内考试一般都这么来判卷 不管是四六级考研 转四转八 考博一般都这么判卷 印象分 那么有一种考试例外 就是国外一种考试叫做雅四考试 大家以后如果去英国留学 或者英联邦国家 英国 澳大利亚 西西兰 加拿大留学 或者移民 可能靠雅四考试 雅四考试 号称世界上最科学的英语考试 它打的是分析分 原来我也讲过雅四写作 雅四写作考两篇作文 一篇小作文 一篇大作文 每篇作文都有四个评分标准 所以这确实还是很严谨的 但是考研像四六级 我们打的就是印象分 不像雅四打的是分析分 老师根据印象大分 送给大家十二个字 请你记下来 如果说考研写作 只能送给大家十二个字的话 就送给大家这十二个字 至关重要 也可以说是 我的整个的写作课当中 不管是基础强化冲刺 最重要的十二个字 书写工整 眷面整洁 字迹心心 大家看上去觉得很弱智 但是上了考场 百分之七十的考生是做不到的 请你反思一下 你上高中的时候 上语文课 老师有没有讲过 作文 中文作文 一定要书写工整 眷面整洁 字迹清晰 英文你是否能做到 我发现真的很奇怪 我在美国四个月 基本上也没有怎么讲过课 但是一张嘴都来了 是吧 就是讲得太熟了 这十二个字 从哪来的 来自于最新大纲 最新大纲 有一个平分原则与方法 不管是英语一 还是英语二 都有一个平分原则与方法 其中有五点 第五点是这样一句话 如书写较差 以致影响读者理解 什么叫影响读者理解 判卷老师看不清楚 将分数降低一个档次 考研作文分几档 简单说一下 那么考研作文一共分五档 不管是大作文小作文 根据最新大纲都分成五档 第五档 就是满分 或者是优秀 小作文 9到10分 大作文 英语一 如果不知道 你可以记一下 英语一是 17到20 英语二 13到15 什么叫满分档 小作文 9到10分 大作文 英语一 17到20 英语二 13到15 所以再 另外再多说一句 我们那个教材 考英语高分写作 那个教材 它封面有一个 刚才说过了 那个封面 右上角有一个链接 那个链接里面 有几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 就是有一个PDF文档 PDF文档 这个PDF文档里面 是什么东西 就是97年至今 高分作文 考生高分作文 97年至今 考生高分作文 这些高分作文 基本上都属于满分档的范文 这些高分作文 从哪来的 来自于教育部 教育部考试中心 每年出版一部书 叫做大纲分析 或者考试分析 这本书 经常公布一些 历年的高分作文 或者满分作文 但是最近两年 公布的不太多了 所以把这本书里面 所有公布的范文 我集合在一起 这些东西 有考生作文 有中文译文 还有范文的详细的讲解 这些作文 本来是放在这本书里面的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书 这个太厚了 所以就放在了 PTF文档当中 当然和书的内容 其实同等重要 这些作文怎么用 希望大家去看一下 到底潘泉老师 喜欢什么样的作文 我们在写作导学班 讲过 很多人有一个误区 他觉得是越难越好 其实不是的 你看一下 历年这些全国第一 就是教育部公认 是吧 认为考完之后 认为这篇作文代表了 全国最高水平 在公布在大纲分析当中 这些作文 其实一般写的都比较简单 有个别作文比较难 像98年全国第一 05年全国第一 大作文确实有点难度 但是大部分作文 小作文就是个小学初中词汇 大作文就是高中词汇 也没有太多长难句 但是全国第一 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些作文大家也不用背 有一些比较经典的 放在我的讲义里面 会给大家讲 或者会让大家去背 那么大部分作文 你不用背 看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里面还是有一些错误的 虽然它是全国第一 全国第一也允许你犯错误 只要不太严重就可以 所以这个链接里面 刚才说过了 考研语高分协作那本书 封面又上角链接里面 第一个东西 PDF文档 第二个东西 就是MP3 就是考研语高分协作那本书里面 所有的范文都有录音 我专门请外教做了录音 大家根据那个序号可以找到 比方说经典范文001 就是第一篇 我们新东方在线 考研写作的基础班 强化班 包括后面的冲刺班 其实大部分范文都来自于这本书 所以你都是可以找到范文的 找到录音的 包括我们这个强化班 20大匹配范文全部来自于这本书 以后会讲去哪找 可以找到范文录音 把这个录音先装在这个电脑上 有些打不开 可能是你的浏览器的问题 应该使用最常见的浏览器 比方说IE 有一些各色的你确实打不开 先装在电 下载在电脑上 然后再转存在手机上 没事多听一下 不管是你走路的时候 坐车的时候 跑步的时候 都可以多听一下 我以前讲过 我以前教过一个同学 每天跑步半小时 我问他什么时间背作文 他说跑完就背下来了 是吧 牲口 多听一下 这样对富士的听力口语 也有好处 你可以去更多模仿一下 第三个东西 在那个链接里面 还有视频 那个视频看不看都无所谓 因为基本上我们在线都会讲到 所以在考研语高分写作 封面右上角 那个链接里面有几个东西 尤其是这个PDF文档 和这个IMP3 请你要重视 这些满分作文 教育部公布的 其实都放在那个PDF文档当中 这是大家的目标 其实每年取得满分的人 凤毛麟角 比方说你在北京 如果你考的是北京的学校 大作文拿一个17分 其实就差不多了 因为北京判卷确实比较严 可以说全国最严的 第二档就是 下一档就是高分 或者说良好 小作文就是7到8 大作文英语1就是13到16 英语2就是10到12 如果你取得这个分数也不错了 第三档就是及格 小作文就是5到6 大作文英语1就是9到12 英语2就是7到9 第四档就是不及格 小作文3到4 大作文英语1 5到8 英语2 数学不太好 我还得算 是吧 4到6 最后一档是低分 小作文就是1到2 大作文就是1到4 英语2大作文就是1到3 当然还有零档 什么人会取得零分 比方说你没写 那当然就是零分 或者你画了一只王八 上上写老师你好 零分 是吧 那么有些赵超阅读理解 零分 你以为老师弱智吗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 像教育部考中心出版的 大纲分析当中 每年都会公布 这个前一年的这个平均分 小作文全国平均分 一般处于这个 不管是小作文还是大作文 全国平均分其实 一般处于及格和不及格之间 有的时候稍微难一点 全国平均分可能就不及格 有的时候稍微简单一点 全国平均分及格 这是一个抽样调查数据 因为教育部大概每年统计 随机抽查两万多考生 然后统计一下 因为他不可能 两百万考生全部统计 那太花时间了 基本上也能够 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所以大部分同学 其实考研写作得分 就处于及格不及格之间 大家看一下 不管是大作文小作文 都分成五档 小作文是两分一档 大作文英语一是四分一档 英语二是三分一档 所以根据考试分析的这个规定 根据大纲的规定 如果书写较差 将分数降低一个档次 小作文直接扣两分 大作文英语一直接扣四分 英语二直接扣三分 所以两篇作文加起来 如果数学比较差 直接扣你六分 英语二扣你五分 反之如果数学比较好 变相的涨五到六分 也就是说你写作总分 像英语一是三十分 英语二是二十五分 其中五分之一的成绩 取决于书写 你的考研写作 百分之二十的成绩 或者五分之一的成绩 取决于书写 所以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这是大纲明确规定的 我在以前讲过 我本人是比较反对技巧的 是吧 那么我本人既不会唱歌 也不会跳舞 长得还很丑 新东方考研 十大丑男之首 那么还经常驼背 是吧 长得又这么黑 现在又胖得跟猪一样 但是我只有一个特点 我只讲真话 我讲的每一句话 对得起我的良心 其实没几个人敢这么说 我本人比较反感技巧 考研写作有什么技巧 有些盲目的学一些 怎么试制亮点 这其实都是瞎掰 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 写作根本就没有亮点之说 难道南词长句就是亮点吗 就让我长举这样的例子 像李白 明月出天山 苍茫云海间 哪个字是亮点 都是小学词汇 老实看的是你的整体的水平 所以考研写作 其实没什么技巧 如果说有技巧的话 最大的技巧是两个字 练字 你听到这个课的时候 不管什么时间了 拿破利考试只有一周 或者只有两天 也应该去练字 因为练就比不练要好 不但英文需要练字 中文也需要练字 比方说 大家反思一下 考研考英一汉 它和你的书写有没有关系 和你的中文汉字 书写有没有关系 像考研政治 五道大题 占五十分 和你的中文书写有没有关系 新东方很多老师 多年参加考研政治判卷 我经常和他们一起交流 像考研 二百万考生 政治一道分析题 十分 写那么长 你说老师 你有可能从头读到尾吗 书写不好 对你的得分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文科的专业课 一道大题 十分二十分 你觉得和你的眷辩 有没有关系 所以不但英文需要练字 中文也需要练字 有的人下来问我 说老师 现在立考时间这么紧了 我学习都学不完了 哪有时间练字 你有时间干什么 有时间学技巧 学捷径 没有时间练字 这才是考研最大的技巧 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 从今天开始 每天中文练字十分钟 英文练字十分钟 你不是没有时间 你是懒 你有时间谈恋爱 玩手机 你没时间练字 每天中英文各十分钟 最多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有的人下来找我 说老师练得出来吗 刚才说过了 练就比不练要好 我以前教过一个同学 来自于北京的北方工业大学 要考武汉大学 法学 字写得像狗爬一样 因为北京新东方招了一些VIP 一个人比方说五万九 或者更多 那么有些加了有钱 第一节课 我让他写字 写的我一看 比我的还难看 狗爬一样 我说你去练字 说老师我练过 不管用 我练过中文的 我说那也得练 我就强迫的练字 每节课不值作业 然后呢 每节课检查 这段时间练过什么字 练了一个月 写的又快又好 那还是个男生 所以你不是练不出来 你是懒 那都是借口 说句实话 我写的字就挺难看的 这个 我上初一的时候 我父亲让我练字 当时流行这个庞中华 有些人说中文练字 用什么字帖 那我还推荐庞中华 我上初一的时候就有 但是中文就练这个凯题就可以了 你不要练草书 我父亲让我练字 让我和我三哥一起练字 我练了一天我就不练了 太累了 我三哥练出来了 他写的跟庞中华差不多 后来我被我骂 骂了一辈子 说你看你那烂字 还当老师 练字的话 临摩踏铁 临摩踏铁 一般字帖里面都有加着白纸 你就照着写就可以了 是吧 但是如果觉得不够 你可以多买一些白纸 在淘宝上可能有卖的 比较薄的那种 那叫什么纸 糯米纸还是什么东西 你要用心 有天下来找我 说老师我练过 怎么没有提高呢 我练了两个月 你是否用心了 有些练字的时候 根本就不用心 照猫画虎 自己写的时候 又打回了原形 练字的时候 你要琢磨 到底 每一个笔画是怎么写的 自己写的时候 一定要 严格按照 你练的那个字去写 书写都有一些规范 另外 请你注意 英文从今天开始 使用字母本去写 字母本 大家中学 小学用过 是吧 一共是四行 三格 有些上下都写不起 上了考场 打体卡只有一行 那一行 可以当做第三行来用 也可以当做第四行来用 但是我写的也不太好 是吧 比方说 A 应该在中间这两行里面 B 应该在上面这两行里面 像这个G 应该在下面这两行里面 是吧 有些上下都写不起 所以上了考场 只有一行 可以当做第三行来用 也可以当做第四行来用 从今天开始 使用字母本去写 在淘宝上也有卖的 是吧 多卖点这样的纸 强迫自己写工程 另外使用什么笔链字 黑色签字笔 黑色签字笔 以前考验要求 使用蓝笔黑笔都可以 但是现在最好使用黑笔 黑色签字笔 因为不管是作文还是翻译 都属于主观题 主观题是老师把你的卷子 扫描到电脑上 在电脑上进行判卷 黑色签字笔 扫描效果最清晰 使用0.35到0.7 这种粗细都可以 0.35到0.7 不要使用3.0的 那是毛笔 千万不要使用钢笔 去写作文 因为钢笔很容易阴 这个不太好 很容易换 我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练字有点像整容 你看现在很多女人 人家不考研 人家整容 嫁出去了 也对考完博士 没嫁出去 我们再打个比方 比方假设今年12月份 要举办一个土豪相亲会 像什么比尔盖茨 马云 全部离婚了 要都参加这个土豪相亲会 参加的人一般都 身家在100亿美元以上 你假设有一个女人 长得是我这个样子 你觉得有戏吗 打门都不让我进 我把自己整一下 我脸整成范冰冰 胸整成流言 腿整成林志玲 可能就有戏了 你说我长成这个样子 我学父母彻我都没戏 我整完之后 我肚子里草包 也许有哪个土豪就看中我了 练字就相当于整容 比方说现在离考试 12月考试 现在时间已经很紧张了 那么你要想在这个土豪相亲会 获得成功 靠什么 有些每天化妆都花一个小时 拿那个时间练字不行吗 我就一直想着 如果我把自己整容整成 什么吴亦凡 李亦峰这样的 那我肯定全国考研究 我一个人了 他妈的谁都没戏 我不用讲课 我往这一做 女生就疯了 我们来看两张字 在我们刚才说过了 写作练字会帮你长五到六分 中文也需要练字 有这五六分 一头猪都能考过 在前两年 在北京的海淀图书城这个校区 那小区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在上一个考验的面说班 有一个男生过来 写两张字 有一个同学过来 送来两张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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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